打工者移民澳洲不是夢 心動不如行動 還不快點打個電話來宏苑移民報名聽澳洲移民說了 看哪個工種對你啦 還可以全家一起移民的 報名熱線62214438 找宋先生談談啦 加拿大一直都是香港人的熱門移民地點 現在加拿大搶人才 開放更多工作就業機會 想了解更多 還不快點打個電話 或WhatsApp 62214438 找宋先生約個時間做個免費評估啦 好了 各位 我們很快這一集就講到 移民移民衛利界的澳洲篇 今天很高興 請回Boris上來跟我們講一講 即是專題講 現在就是我們講講澳洲 有些什麼吸引的地方 令大家值得去移民這個地方呢 嗯嗯嗯嗯 其實我比較熟悉的是加拿大的 你覺得澳洲跟加拿大比 你覺得為什麼我們的聽眾會選擇澳洲現在會有什麼優勢呢 很簡單 澳洲的環境啦 天氣啦 已經是首選啦 已經贏了加拿大 喂 你想一下 零下不止十幾二十度又要鏟雪的生活 同在澳洲我們天天陽光與海灘 不用說啦 沒得比較啦 這些東西已經 所以其實這個我也承認的 雖然我是沿外加拿大 但是我也承認澳洲在那裡生活是很適合香港人的 它那個第一氣候啦 其實跟香港很接近啦 加拿大的確四季分明啦 加拿大當然是冬天令人留下一個難忘的一個冬 不過這幾天呢 這幾天就冬是對的 對的心情 其實除了你說天氣 我覺得不是啦 但是加拿大會 我覺得加拿大會 即是吃東西方面都便宜的 你澳洲吃東西方面會不會又是 現在我們這樣說啦 就算現在那些燃油費貴了之後 物價上升了呢 但是我自己看回呢 它的肉類 奶類 還有一些日常的生活用品 其實都無一點加 加到十幾個百分 但是澳洲現在的生活會不會因為它燃油又很厲害呢 這個香港 其實澳洲還好啊 因為說真的 譬如你說澳洲吃東西貴不貴 我覺得不算貴 為什麼呢 因為澳洲的食材它真的很漂亮 很新鮮 好像譬如澳洲的牛是很出名的 澳洲的海鮮是很出名的 即是香港人都會知道澳洲的龍蝦 澳洲的生蠔 澳洲的和牛 所以我覺得澳洲的食材很新鮮 很漂亮 還有就是什麼呢 我們以前在澳洲生活的時候 奶是比水便宜的 說的是牛奶一公升是一元澳白一枝 即是現在五個多 是的 但是水呢 水可能不知道二百五十ml 那三個多四個多澳子 奶是不是比水便宜呢 所以真的是資源的問題 因為澳洲是有它這些資源 有它這些東西 所以你說其實吃東西貴不貴 我覺得其實不貴 反而你回到香港 我想想 哇 現在一碗粉都已經四五十塊 即是那些雲吞麵 起碼啦 對啦 所以我覺得其實澳洲給你吃這樣的食材 吃這樣的東西 這麼新鮮的東西 我覺得不貴 所以我覺得澳洲其實真的OK 他的生活吃的東西 是不會覺得很貴 好 舉個例子 我們今天就是澳洲對加拿大 究竟我們找東西做 我在加拿大其實找東西做 香港人是吃香的 為什麼香港人吃香呢 我這樣講 因為其實你知道我們在97年 有一大批香港人 形成了現在這麼多年過後 在多仁多、溫哥華、沙省 這幾個比較主要的城市 都有香港人社區 其實澳洲會不會有這樣的情況呢 當然有啦 譬如我們講釋利 因為釋利始終多香港人去 釋利其實以前 我們當年移民的年代 其實在說譬如Hertsville 是很多香港人住的 後來就有譬如Charswood 北區那邊 也都是有很多香港人住 譬如我們簡直叫做小香港 是的 所以就變成了 其實也有很多華人區 所以這些地方 譬如都會有華人超市 你可以買到很多 平時我們在香港買的東西 你不會覺得 去到澳洲沒得吃花 我們想吃的東西 其實是不會的 都是有這些 譬如華人的社區 小香港 都是可以有些中餐的餐廳 然後又可以買一些 煲湯的料 真的會在這些地方找到這些東西 我覺得好處除了生活 對你的衝擊容易融入這個社區之外 香港人社區或者華人社區 其實有時找工作做 二國他鄉 很多時候我們都願意幫回自己香港人 這個是真的 譬如我們認識很多老闆 他有時如果有些香港人來見工 他都會優先考慮香港人 因為他自己都是香港人 或者是華人 所以其實澳洲其實都挺好的 當然我自己去澳洲都去玩過很多次 當然沒有生活過 但是譬如說 我知道你在澳洲讀書畢業 讀了中學開始還是 還是中學開始 一直都讀完整個大學課程 然後才 還有沒有在澳洲 留在工作 其實有的 因為當時我畢業 就在律師樓做事 都做了兩年多 所以就變成 你問我其實我覺得 在澳洲真的不難找工作 當然你說 其實澳洲做事會不會很辛苦 等等 老實地說 跟香港相比 其實澳洲做事是舒服的 因為澳洲 他真的有一個叫做 Work Life Balance 明白 他就變成了 他不會像香港人那麼多的OT等等 真的可能5、6點 就真的下班 真的回家 然後陪家人等等 然後星期六天 就真的是Family Day 你可能去過海灘 然後BBQ 游一下水 大家Picnic 燒一下食物 有這樣的生活 所以你說 其實在澳洲做事是不是很辛苦 當然我不可以說 你每天坐在那裡玩YouTube 不是這樣的 都是要做事的 但是相對來說 就變成了 他們的文化 他們會明白 5、6點 OK啦 你明天才做 他不會覺得 你做完才好走 如果不是 就扣你人 他們很明白這件事 無論你的上司 你的老闆 其實他都是這樣分了 對 總之他說 就算你的老闆也是 到星期五下班 他會說 我都跟家人去度假的 所以其實我相信 是的 這個普遍也是這樣 是的 而且現在澳洲 他始終有很多 叫做 工會 或者叫做 我們Fair Work Act 去保障 不同行業的員工 所以就變成 那些僱主 都很怕的 就說 一些你有什麼事 你又說他不知道告我 有什麼有什麼 所以那些僱主都說 行了辛苦了 不用OT了 因為要給你 要跟你算中 有這有路 這樣 所以就變成 就不同了 但是 香港 你不是不做完才走嗎 這樣 不用說的 這些你自己懂得做 你自己 你晚上不回訊 有沒有搞錯 不同 始終真的不一樣 對 所以你問我 其實我覺得 其實澳洲做事真的不錯 我們那時候 雖然這麼說 我們以前在律師樓做事 我們真的有一個 rule 就是三點之後的電郵 不需要立即入覆 所以當作是明天 對 然後公司的電話 大概五六點之後響 你不聽是OK的 那真的全部同事 有他自己在響 沒有他會很主動的 有他響 就響到夠了 你在香港不行的 當然 真的不行 香港的話 你什麼態度 什麼service 你被人投訴死的 第一 你的上司 他會挖你 是啊 因為上司為什麼會挖你 因為他怕老闆挖到他 是不是 所以其實 香港這樣說 雖然是賺錢快些 應該這麼說 但是你的步伐 和你的壓力 真的都是大 我相信 雖然我沒有做過 我在加拿大也做過的事 加拿大是很開心的 真的 你一到四點幾 就準備 聊聊今晚 如果好像世界盃 現在來的這些 對呀 Happy Hour去哪裡 是這樣的 當然 星期一 例如說 剛剛看完世界盃 星期一上班 當然 人量會低一點 那些老闆 或者你的上司 是完全理解的 因為他自己也是這樣 我自己也是這樣 香港不是啦 好像我們香港的 如果你看完世界盃 第二天早上上班 烏皮盒睡 你的老闆一定會告訴你 是啊 一定頂你 喂 你東西是吧 其實我覺得 來自於西方一些 和華人的最大的工作環境 文化最大的差異 是啊 好啦 我們就是說 譬如說 做事 或者飲食方面 那 譬如說 如果是 我們說 如果加拿大租屋 和買屋 那 就 溫哥華 多人多都貴的 現在 因為這幾年加得很厲害 那不知道澳洲方面 譬如租屋 買屋方面 又的情況又如何呢 老實說 息利其實都貴了很多 再加上 最近 最近 因為始終加息的影響 所以 我們很多 譬如朋友 或者客戶 過去澳洲 Cine租屋 其實真的比之前貴了很多 是的 租金是很明顯的 因為 老實說 銀行加業主 食 業主就加你租金 所以 你問我的話 現在租屋 如果好像Cine Melbourne 這些叫做大城市 始終那個租屋 都是叫做貴的 但是 如果你要計算面積比例 你會覺得 哇 我用這個錢 去租這樣的面積 跟香港去比 其實都好像很大 我會看你怎樣看 但是 我們比較 靠 即是 再直接點問一句 就是說 其實 因為它都有 譬如說 在中心區 和郊區 一般來說 譬如我們以一個郊區 最有交通可到達的 中心區的 中心區的 公室 譬如大概多少錢 如果是 其實都真的看地區 如果你說 譬如近市中心 或者有時候 叫做學區 譬如近一些小學 中學那些 一定是貴一些的 我們譬如 澳洲比較普遍 普遍的話 通常都可能 譬如一個家庭 會租一個 兩房的公室 對 但是又不會覺得 兩房真的很小 其實兩房 可能在香港 我們叫做 九百幾一千尺 都叫做兩房 對 可能在香港 這些叫做四房 但是其實在澳洲 這些叫做兩房的公室 對 可能有一個 家庭 有一個小朋友 這些 通常這些的話 如果你說 譬如近住市中心 或者學區又不會 超近市 就是正常 那個距離不會太遠的話 可能 如果Sydney 真的都要預算 八百到一千元澳幣 一個星期 八百到一千元 即大約 我當你一個月 就是四個星期 可能你預算四千元澳幣 就是做房子 三千二到四千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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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 這樣的租金 相對 比起溫哥華 大家都這樣比 溫哥華 多人多 來講 事實上 溫哥華 稍為便宜些 嗯 他大約來講 我們 溫哥華 當然不是中心 就是剛才這樣說 近市中心 但是都是屬於郊區 大約二千五到三千加幣 嗯 不過這樣 我相信 因為收入會低我們一點 嗯 因為加拿大的收入 是低一點的 比澳洲 這個我知道 因為澳洲來講 現在大家這樣講澳幣 加幣這樣講 雖然我們不講匯率 一般一個人 大概是三千元 三千元 加幣一個月 我們那邊 嗯 明白 澳洲好像都去到四五千元 是的 因為澳洲是叫做什麼呢 全球最低工資 最高的國家 哈哈 是的 我知道 所以變成他的時薪都高 所以他的工資其實都比較高 嗯 喂 食住行 還有這些 我們都 有個初步的理解 今天的時間 我覺得很快 我們下一集 好嗎 就講講究竟我們 用什麼方法 可以給不同的朋友 移民去加拿大 給一個指標參考大家 讓你容易平白些 好嗎 好 我們下集見 拜拜 雲園海外物業中心呈獻 英國多房式HRMO計劃 年三年租約 高達七里回報 投資英國物業市場 還等 快點打電話來6214438 找宋先生了解詳情 在英國租樓好像很複雜 不怕 雲園移民幫到你 幫你穩定樓 看樓 不用你四處走 快點打來雲園英國租樓專線 6214438 了解一下 落體 無法輸出 十多年 用信念 那應 為一個好 香檸檬 任 有 無法輸出 有 草